8月16号 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左右 正式签署上周由参议院投票通过的 2022通胀削减法案 先前的节目我们讲过 该法案将对美国未来10年的税制产生巨大影响 同时税务局将会雇用8万多名全职员工 进行地毯式的查税 除此之外 还有一项同样来自该法案的规定 恐怕也会直接影响到大家的钱袋子 最近的高油价 让还在萌新阶段的电动车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 除了省钱节能 曾经政府少则7500美金 多则上万美金的购买补贴也颇具诱惑力 然而这条法案已经签署 这个目前高达7500美金的联邦退税 恐怕大多数想要购买电动车的车主将无法享用了 根据白宫的说法 拜登周二签署的这项法案 将会批准4300亿美金的气候 医疗健康和税收法相关的提议 该法案重组了现有的7500美元的新电动车税收的抵免 并为旧电动车提供新的4000美元的退税 该计划还包括数百亿美元的新贷款 税收抵免等项目 以帮助汽车制造商制造更清洁的汽车 从这个说法来看 似乎对电动车的补贴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还新增了二手电动车交易的新补贴福利 但大家注意 法案中重组一次其实颇有文章 代表大众汽车 通用汽车 丰田汽车和福特汽车等公司的行业组织 汽车创新联盟早些时候表示 拜登签入该法案后 目前符合条件的72款美国电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中的70% 将不符合税收抵免的条件 为此 许多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一直在与客户合作 在拜登签字之前完成有约束力的书面合同 以便他们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 即使他们没有收到车辆 这次的2022通胀削减法案 被称为史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法案 将有约3700亿美元支出 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白宫声称该法案实施后 美国家庭可以通过使用清洁能源和购买电动汽车 获得税收抵免 每年将节省超过1000美元 此外 这笔庞大的资金还包括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新贷款 税收抵免和资助项目 鼓励汽车制造商生产更清洁的汽车 但是该法案同时规定 任何在北美以外组装的电动汽车 都没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 此外 2023年以后 重要矿产和电池也需要符合一定的规定 才能享受每辆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优惠 例如 目前中国占据优势的电池产品 以及链等电池关键矿物 北美整车厂的采购将面临一定的限制 法案要求 若要享受补贴 开采自美国或北美自贸区国家 即加拿大和墨西哥 或在北美地区回收的矿产 需要在电动车电池制造中 占到一定的比例 电池制造和组装也有比例规定 比如 有相当大比例 按价值计算的电池制造和组装 在北美地区完成 行业组织汽车创新联盟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根据该法案 只有在北美组装的汽车 才有资格获得该优惠 那么美国70%的纯电动 插电混动和燃料电动汽车车型 将不再符合税收地面条件 当该法案 关于收入价格上限 电池及其关键矿产采购的规定 在明年1月1号生效后 将没有车型 有资格获得全部的税收地面 因此 许多汽车制造商批评称 这条看似推动电动车发展 来促进环境得到改善的法案 实际上将危及美国2030年 实现电动汽车销量 占比达到40%到50%的目标 与此同时 很多外媒也报道称 这一法案已经招致了欧盟和韩国的批评 认为美国的这一条规定 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公平和非歧视性原则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将敦促美国删除歧视性条款 而韩国代表则要求美国贸易当局 放宽对电池组件和电动汽车 本地组装的相关要求 从消费者层面来说 面对着比同等汽油车车型 高出不少价格的电动车 大家在补贴停止后 还会争先恐怖的购买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